大家好,欢迎走进海军美食 今天分享一个好吃的烫面油炸饼 这款饼最大的特点就是柔软好吃,凉了不硬 大盆中倒入500克的普通面粉 我们先来用120克的开水烫一下面 使面筋发生改变 这样做出了这成品更加的柔软 用手试一下温度 面絮已经变得微凉了 这时候加入3克到4克的酵母粉 2到3克的无铝泡打粉 5克盐 喜欢吃甜味的就放白糖 搅拌均匀 再加入常温水220克 边刀边搅 搅拌至这样的大面絮状 加入10到20克的食用油 下手揉成团 这个面团活着的时候不要花得太硬 如果家里的面粉筋性高 可以适当的多加10克到20克的水 揉成一个柔软的光滑面团 盖上盖子 醒发这两倍大 看一下面团经过半个小时的醒发 已经醒发这两倍大了 醒发好的面团移到面垫和面板上 给面团排气 反复搓揉 排进里面的气体 揉好的面团直接搓成成成条条状 切分成大小均等的面剂子 一个面剂大约80多克左右 然后把每一份面剂都揉成圆形的面团 拿过一块面剂在手机里搓一搓 几口朝下 揉成圆形面剂 做好的圆形面剂盖成保鲜膜 让它松弛5分钟 取过一个醒着好的面剂子 直接压扁 擀成圆形薄饼状 擀的时候如果面垫上比较粘 可以撒一些油 薄薄一层油 擀成这样盘口大小的圆饼 用擀面杖在中央的部位 给它戳个洞 扑大一点 这样一个生坯就制作完成了 起锅烧油油温达到八成热 开的滑滑的这样就可以了 油热以后放入饼皮 饼皮会立马飘起来 然后我们给它不停地按压转动 炸制的过程中一定要中大火炸 防止把饼炸干炸硬 炸至饼估计泡薄立马翻亮 另一边同样炸个三四十秒 两边金黄即可出锅 看一下这个饼的柔软程度 要多软有多软 而且它不吸油 因为用了一部分开水 特别的柔软 掰开里面看一下 夹点菜夹点肉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海娟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